好,他說有三種不同的液體啊 加入這個U型管裡面去 那麼Vegan你看這邊寫的 他說甲跟你的高度是4公分 然後呢,這個右管的水的高度是1.4 這邊是1.4 左邊的水的高度是3公分 然後呢,你的密度 然後放起上去0.8 然後問你甲的密度多少 好,這題不懂得算你知道嗎? 其實很簡單 你先回答我 你認為這個A點 跟這個B點的壓力會不會一樣? 柳老師我不知道耶 他就很簡單去想 如果一樣會怎麼樣? 不一樣又會怎麼樣? 你覺得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看喔,如果A跟B的壓力不一樣 如果它A力量大會長大你知道嗎? 那水會流過去 因為我們哺乳學過的嗎? 根據靈通管理嘛 如果兩個壓力不一樣的話 那個壓力大會流向壓力小的嗎? 你覺得它有動嗎? 既然是靜止不動的 對不對? 那這代表A跟B的壓力會相同 會,所以在把A跟B的壓力會一樣 所以PA會等於PB 叫你PA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A點的壓力 PB就是B點的壓力 好,接下來請問你 這個壓力是液體還是固體? 液體嘛對不對? 所以液體的壓力呢 是等於P的HD 我們再寫一個P的HD 好,我們來看說了 來請問你 A點的壓力夠幾個液體壓力你知道嗎? 夠幾種? 兩種,哪兩種? 一個是假給的這段壓力 還有呢 也給這麼多吧? 所以請問你 對A而言 我的壓力怎麼算? 是P的HD 4乘上誰? 假的密度嘛 所以變成了4乘上D 這個是假給的對不對? 加上 這個部分誰給的? 水給的嘛 對不對?水多少? P的HD H是3 然後呢 D是多少? 水的密度是1 好,這個是誰? 這是PA 然後是再等於PB PB是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 幾乎你 它是一樣有兩段 這個部分誰給的? E嘛對不對 就是等於P的P 那是不是4乘上0.8 現在這一段呢 是1.4 乘上水的密度 1 所以兩個應該 相等啦 解D就好 所以它就好算 答案就變成了 4D加3 或等於3.2加1.4 OK,所以一過去 所以變成了 4D就等於1.6 所以1.2 D就等於0.4 這答案選擇是A 這樣子 會不會? 那這題不只這些東西可以講 它有好多東西可以教你 你先把它寫上去 我們再繼續往下講 你看一下 看得懂嗎? 就會馬上看 謝謝 然後講悉 看得懂嗎? 很難看